くそ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13日週二 歡迎收睇每日邀聞 我是楊家慧 首先是新聞提要 北京重現武漢 中國醫療陷危機 聯合聲明野怒伊朗 召見中國大使表達強烈不滿 四川華西醫學院學生抗議 高夫同工同酬 中國抗爭敏感時刻 世界杯足球漿播 僱勇者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中國全面開放疫情防控之後 Omicron病毒株迅速蔓延 上海華山醫院內部 日前召開緊急會議 部署應對即將來到的 Omicron病毒感染高峰期 12月10號 社交媒體流傳出 該醫院感染科 張文宏主任的一段錄音 他預計這波疫情高峰 將在3至4個星期來到 並將延續3個月到半年 才可能退去 他表示 現在應對疫情第一線時 與此前武漢大上海保衛戰時 已經完全不同 這次你不在醫院感染 也會下次在外面吃飯時被感染 或者你回家時也會被家人感染 最近的一股快速的感染浪潮席捲北京 感染人數快速增加 醫院內醫生近半數感染 有北京網民稱 兒童醫院已經六七百名醫生核酸呈陽性 其中天壇醫院設立了紅區 核酸陽性醫生專門看陽性病人 很多兒童和老人染疫發燒 醫院發燒門診人山人海 藥店亦帶牌長龍 發燒藥感冒藥被搶購一空 北京朝陽區十里堡 整個社區工作人員都呈陽性 北京網友用淒淒淒淒淒 來形容北京街頭的景象 北京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區 王府井大街 人流量大的朝陽區都冷冷清清 有網友表示 這與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之初 造成的恐慌沒有什麼區別 但北京人的恐慌好像不是沒有道理 據經廣兩地衛健委介紹 北京這輪的主要毒株是Omicron的BF7變異株 而廣州這輪的疫情則主要是BA52變異株 有民眾稱 北京和廣州流行的變異株不同 北京的感染比廣州更重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感染科主任醫生 喻成波表示 從臨床體兩種變異株症狀有較明顯的區別 BA5更為溫和 北京流行的BF7獲得了新的基因突變 具有更強的免疫途一能力 具體感染症狀包括高燒、持續性吸收、身體疼痛不適 頭痛、臭覺味覺改變等 而感染BA5的臨床表現更為溫和 症狀明顯減輕 居委會停止防控 民間已經掀起搶購藥物的狂潮 中國疾病與防控制中心 前副主任馮子健最近估計 中國人口中可能有80%到90%的人 會感染COVID-19 馮子健預測第一波將有60%的人口被感染 更為嚴峻的是 當局放寬防疫卻配肚不足 防疫人士批評 政府放開防控措施之前 未做好相應準備 造成混亂 在某一個清晰的與病毒共存路線圖的情況下 闖絕解封 令全國出現藥品緊張 入醫院難的緊急情況 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表示 中國恐怕會面臨一個疫情的核冬天 如果防疫失敗 中共沒有B計劃應對 上海官媒澎湃新聞報導稱 中國陝西省不僅專門準備了 2萬2千張病床接待新冠染疫病患 而且正在將重症家戶病房抗爭20% 但中國國家衛健委醫政司司長趙雅暉 在9日舉行的一場記者會上表示 中國全國現有13萬8千張重症家戶病床 如果按照中國14億人口計算 平均1萬人都分不到一張重症病床 中共國家衛健委12月9日發出通知 要求全國各地加強各自相關醫療準備和建設 一方面以地市為單位 按照城市的人口規模 將放艙醫院升級改造成所謂的阿定點醫院 另一方面則是增加家戶病房的礦容改造和建設 有報導稱 中國整個醫療體系可能將經受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最為嚴峻的考驗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訪問了沙地阿拉伯 在與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GCC國家的領導人進行會談之後 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其中包括幾個條款 沒有想到這幾個條款卻直接觸及到伊朗事務 它的核計劃和它的地區活動 令德克蘭相當怒火 而伊朗被認為是沙地阿拉伯的對頭 伊朗12月10日在德克蘭 罕見地召見了中共駐伊朗大使上華 伊朗外交部表示 北京與阿拉伯國家的聯合聲明 涉及阿聯酋與伊朗之間三個有爭議的島嶼 令他們感到十分不滿 資料顯示 原來這三個有主權爭議的大通報、小通報 和阿布莫薩島嶼位於霍爾木之海峽 自1971年以來一直由伊朗管轄 但在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下 阿聯酋領導人一直堅稱 他們擁有這些領土主權的一部分 雙方一直拉鋸 伊朗當局堅持 不接受就這些島嶼進行任何會談 但這次習近平與海灣國家簽署的聯合聲明 雖然未點名伊朗 但聲明內容實際與伊朗拒絕談判立場 形成鮮明對立 而且習近平與海灣國家的聯合聲明 不僅僅談到阿聯酋 與伊朗之間的三島主權爭議 而且還對伊朗的核計劃 以及破壞性的區域活動表達了看法 令伊朗對條款感到震驚 雖然與西方國家的報導不同 伊朗外交部沒有公開宣布召見中共大使 以表達抗議或譴責 而是說中共大使星期六訪問了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員 但亦無法掩飾地說 這段期間伊朗當局對中方表達了強烈不滿 伊朗外交部長侯塞恩 阿美拉布多拉希安在一則推文中表示 這些島嶼是伊朗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德克蘭將毫不猶疑地支持它的領土完整 不少評論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 斷定中共、俄羅斯、伊朗和北韓是新的邪惡軸心 但中共一直是首屬兩端 猶疑不決 但做事顧頭不顧美 反而到處樹敵 這次中東行搞壞了 友誼的小船說回就回 變成窩女鬥了 視頻元楊威此前已經認為 中共被迫對眾多中東問題表態恐惹禍端 對於國際和地區性的熱點問題 中共歷來採取迴避態度 一方面無力調解、怕引火燒身 另一方面希望美國和西方陷入各種難題 而不能自拔、無法顧及中共的擴張 而這次德克蘭召見中國大使 還有人推測 伊朗看到中共和阿拉伯國家的投資協議 伊朗缺錢了 彭博社報導 沙地阿拉伯投資部長法利克透露 習近平這次訪問行程 簽署了總額近500億美元的投資計劃 但報導同時指出 雖然這次習近平到訪氣氛熱情 但事實上 簽署的協議多數屬於備忘錄 並未再明時間表 或進一步的投資承諾 突顯此行象徵意味 恐大於實質的意義 而日本資深媒體人此版名夫則表示 中共和沙地兩國的接近 不過是互相利用意義 絕不可能成為互相信任的盟友 近期在大陸各大院校勇起的白紙運動 仍然在繼續發酵 12月11日晚 四川大學華西林藏醫學院 的數百名學生因超負荷的工作 收入低廉等原因 在校園內進行遊行示威 各醫學院約300名學生 11日晚在校園內進行遊行示威 並高呼口號 同工同酬 拒絕商標 自願返鄉 不要威脅 根據推特帳戶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以及微博上發布的影片和信息 學生由圖書館 向華西醫院進發 據了解 參加抗議的學生 主要是專業營石士 簡稱專石 他們面臨超負荷的工作 而且無法請假 需要上臨床 但現在不讓他們做核酸 即使是陽性也不能請假 這些專石醫學院學生 長期在臨床上 就和規陪生一樣的工作 甚至更多 但每個月只有1,000多元的工資 而實習生一分前都沒有得到重要教學費 而同樣工作的醫生和護士 正常工資是1萬元以上 公開信息顯示 專業營石士 是醫學研究生的一種 研讀期間主要是在醫院工作 包括住院醫生規範化培訓 一般讀3年 大陸醫學院規陪的做法 據稱是華西醫院教授從西方引入 但因為收入和待遇差 在中國全面退開之後 一直陪受菲爾 而在海外 規陪醫生的收入 是以當地中位數的收入水平為基準 規陪以未住一個醫學生畢業之後 不能直接參加工作 而需要以住院醫生的身份 在培訓醫院接受系統性的臨床訓練 這段時間內 他們不再是學生 卻仍然不是醫院職工 無法得到正常的工資收入 這樣尷尬的身份 他們需要經歷3年 隨著華西醫學院學生的抗議 有網友在微博留言 小華西打響返鄉第一槍 同工同酬就看華西的了 醫療黑工終於站起來 學校的高層 後來來與學生交涉 更稱 華西一百多年內 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情 網友稱 這次的抗爭 是白紙運動的一次延續 中國民主的火苗已經起來 計白紙之後 太多類似的事情了 00後真是站起來 可能將是中華民族轉折的一代 卡塔爾世界盃足球官方宣布 將在半決賽期間 播放歌曲《孤勇者》 引發外界聯想 因為在中國白紙革命持續發酵 抗爭者越來越多的敏感時刻 孤勇者被賦予新的內涵 很多網民以這首歌 向抗議人士致敬 由香港歌手陳奕迅演唱的《孤勇者》 將在卡塔爾世界盃的半決賽現場播放 在12月14日至15日 世界盃半決賽對陣分別是 阿根廷對克羅地亞 和法國對摩洛哥 很多球迷以這首《孤勇者》 致敬自己喜愛的足球明星 但隨著中國民間抗爭事件此起彼伏 這首歌亦被用來鼓勵抗議人士 特別是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 北京四通橋抗議事件發生之後 孤勇者火爆了網絡 回顧10月13日早上 北京男子彭立法 孤身在四通橋上掛出兩條巨型橫額 燃點狼煙 吸引過往民眾的注意力 並用喇叭不斷高聲播放抗議口號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的敏感時刻 這樣的事情自然引起海外輿論轟動 相關影片在海外社交媒體風傳 世界幾乎各大新聞媒體都迅速報道 中共當局則急速刪除影片封鎖消息 四通橋、海電、勇士等詞語 在中國網絡上被禁止搜索 橫幅、調風、標語等也成為敏感詞 與此同時 陳奕迅演唱的《孤勇者》 以及搖滾歌曲《四通橋》等 也在中國網絡上被緊急下架 很多網民用到其他播放《孤勇者》的頻道下留言 此歌獻給所有抗議者 致敬《四通橋勇士》 借借所有對抗暴政的人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